我現在人在外面 然後給你看一下我現在正在這個Ruborock S7 Max-B 然後他現在正在我家裡打掃 我給他排定每天會有打掃行程 然後他現在正在打掃中 他會清楚的顯示每一個路徑 有沒有他會照這個Z字形打掃 然後他現在的位置 他現在跑到哪裡 好沒關係我現在也不知道他跑到哪裡 我們直接打開攝影機 會有密碼加密通道 打開之後他就會用這個安全傳輸頻道 那這個 會是串流的他不會 不會錄影 但是我可以知道他現在走到哪裡 你看他現在正在打掃我家這個 呃 廁所前面的這一塊 然後他現在正在往我的房間這樣走進去 你可以看到他每一個位置 那在下面這邊還有一個遙控區域 我可以去遙控這台掃地機械 他要往哪裡走 然後我也可以看到地圖 他現在正在哪裡 現在應該在這一塊 準備要走 然後他現在開燈了有沒有 因為我房間沒有開燈 所以他 會自己把這個燈打開 然後去做清掃 所以他完全不會 去撞牆 然後也不會被東西絆倒 然後在這邊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是 通話功能 我可以按這個地方 然後直接跟掃地機器人 他上面有喇叭也有麥克風 可以直接用掃地機器人去做通話 比如說我家裡可能有小狗 或是有長輩 我可以直接用他來做這個通話 比如說 去問家裡面的人啊 功課做了沒 那個早餐吃了沒 要不要買東西回去 可以直接用這邊通話 當然用LINE也可以啦 但是用這個 會給人家一種意外的驚喜 這是這台MAX-V 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可以直接看到 這個 掃地機器人正在打掃的狀況 也可以隨便遙控他去 我想要指定的地方 比如說走到房間去 很不錯 相當優秀 也會自己開燈 跟個 行動監視器一樣 我覺得王力宏當初說的監視機器人 應該就是說這個東西 好 就這樣 就這樣說